Hello大家好,本周加拿大皇家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房产负担能力报告 皇家银行的房产负担能力指数是监控加拿大房主负担住房成本的一项重要指标 它表示住房成本占中位数家庭收入的百分比 所谓住房成本包括抵押贷款月供,物业税和公用失业费 如果这一指数上升,则意味着住房成本占中位数家庭收入的百分比提高 房产负担能力恶化,反之指数下降则表示房产负担能力改善 皇家银行的最新房产负担能力指数报告显示 由于利率的下降,加拿大的购房负担略有改善 在今年第二季度,房屋成本及包括抵押贷款月供,物业税和公用失业费 占中位数家庭收入的比例从上一季度的61%略降至59.5% 这表明房产市场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 尽管有所改善,但皇家银行认为,加拿大的房产负担能力危机依然存在 因为疫情期间房价大幅上涨和利率飙升以来 大部分买家依然难以找到能负担得起的住房 加拿大央行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会进一步降息 降息会进一步降低抵押贷款利率 新的抵押贷款政策也允许首次购房者和购买新房的人选择30年期抵押贷款 这大约会减少8%的月供压力 尽管这些政策提供了一些帮助 但还远不能推动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全面复苏 因为在主要房产市场,购房的门槛仍然很高 在全国范围内,购买一套平均价格,也就是81万加元的房屋 家庭年收入需要达到15万5000加元 虽然这一数字比去年年底的16万1000加元有所下降 但相比疫情前2019年的9万6000加元差距仍然巨大 温哥华多伦多和维多利亚的购房者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在温哥华买房,年收入需要达到27万3000加元 多伦多需要达到22万6000加元 维多利亚需要达到21万加元 当然在加拿大东部的部分省份和草原省的购房压力相对较小 例如在圣约翰,里甲纳,圣约翰斯和温尼博 购房者的收入要求接近于当地家庭收入的中位数 也就是大约75000加元至81000加元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大城市的具体情况 高房价继续拖累多伦多地区的房产市场复苏 尽管今年他们的房价已经有所下降 但多伦多的房屋拥有成本仍然高昂 这使得市场复苏的动力不足 现在普通家庭需要将收入的77% 用于购买一套中等价格的房屋 这么高的成本让很多潜在的买家望而却步 多伦多的房屋销售自春季以来基本持平 但上市房源却逐渐增多 尤其是公寓库存正在迅猛增长 随着供需平衡逐渐向买家倾斜 大多伦多地区的房价上涨已经基本停滞 甚至是下跌 皇家银行预计在短期内 大多伦多地区的房价将继续承压 虽然蒙特利尔的房产市场正在逐步恢复 但进展十分缓慢 前路漫长 随着利率下降 交易量在近几个月回升 然而由于央行的加息 房屋的销售量至今只恢复了不到一半 未来的复苏步伐可能较为缓慢 因为高昂的房屋拥有成本 仍将对买家构成挑战 尽管今年房价有所下降 但房产负担能力指数仍在50.1%的高位徘徊 随着市场上房源数量的增加 买家现在有更多的选择 这或许会为未来的房产复苏创造一些空间 皇家银行认为大温哥华地区仍处于严重的房产负担能力危机之中 虽然随着降息 温哥华的房产负担能力有所改善 但那些被高房价挤出市场的买家所处的困境 并没有显著缓解 即使房产负担能力指数下降了6.8个百分点 但这仍是疫情期间大幅上涨41个百分点中的一小部分调整 可以说缓解作用微乎其微 第二季度温哥华的房产负担能力指数仍维持在98.6%的惊人水平 这意味着大温哥华地区的家庭几乎将全部收入用于住房成本 这使得温哥华房产市场陷入史无前例的房产负担能力危机 市场低迷销量接近周期性低点 而库存已经基本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 这导致今年下半年大温地区的房价将持续面临下行压力 卡尔加里则是今年加拿大房产市场表现较为强劲的城市 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房屋销量接近疫情前的峰值 房价持续稳步上涨 然而现在市场显现出一些降温的迹象 自2020年以来 卡尔加里的房产负担能力急剧恶化 显然给越来越多的买家带来压力 房产负担能力指数在2023年达到15年来的最高水平 尽管此后略有下降 但整体情况未有明显改善 最新的数据显示 卡尔加里的房产负担能力指数为42.5% 这一方面表明卡尔加里仍优于大多数主要的房产市场 另一方面则表明卡尔加里的房屋拥有成本上涨 给买家带来了比过去更大的压力 近一年来利率上升 租金下降 租客欠租率上升 和新房库存暴涨等一系列问题 正在推动房产投资者抛售投资房 这给整体房价带来了下行压力 一份最新的租金报告显示 温哥华的租金同比下降了13.6% 多伦多下降了7.7% 卡尔加里下降了3.4% 这主要是因为外国学生入学人数较历史最高水平下降了大约一半 其中BC省和安省受到的影响最大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投资者在大温地区和多伦多地区拥有大量的公寓 投资者拥有的公寓 在温哥华所占比例为34% 在多伦多则高达39% 如果只看不足600平方英尺的小型公寓 投资者的拥有比例则更高 在多伦多这一数字为64% 在温哥华这一比例为58% 投资者购买小型公寓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出租赚取租金 但是未来几年 联邦政府将大幅削减临时居民和国际留学生数量 也就是说租房市场在未来几年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今年截止目前 多伦多的租金拖欠率就显著上升 现在有近20%的多伦多租客在拖欠租金 在温哥华这一比例也有15%到20% 租金拖欠率上升反映了很多租客 因住房成本和工资增长停滞而面临的挑战 在多伦多和温哥华这种房租拖欠率不断上升的市场 会给房产投资者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 尤其是对于那些拥有多处房产或者是高杠杆的投资者 如果说过去投资者的预期和市场投机是推高房价的真正动力 那么现在投资者的预期和投资者的撤退正在给房价带来全面压力 REMAX指出截至8月份 多伦多的公寓挂牌量同比增长了52.8% 而且多伦多并非唯一一个出现这种情况的城市 在BC省的飞沙河谷同期的公寓挂牌量增长了58.7% 卡尔加里的公寓挂牌量增长了52.4% 沃泰华的公寓挂牌量增长了44.5% 除了投资者抛售 还有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新房市场 仅多伦多地区现在就有近9万6千套在建公寓 这些公寓将在未来三年内完工并交付 按照行业通常的标准 大约20%的公寓未售出 但是随着加息以来 越来越多的买家放弃购买合同 未售出的公寓数量正在迅猛增加 现在建筑商正在加紧采取诉讼等各种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目前多伦多民事法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类似诉讼 这些诉讼要求预售买家赔偿损失 总的来说 加拿大史无前例的房产负担能力危机 依然是阻挡房产市场复苏的一座大山 特别是在多伦多温哥华和卡尔加里等大城市 投资者抛售 新房供应严重过剩 在需求滞后的大环境下 正在给整体房价带来下行压力 未来随着央行进一步降息 房产负担能力可能会得到一些改善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那一天还很遥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谢谢观看 再见